贫載身藏黑鋁盒 身上穿的衣服是壞彩衣 人家都不願意穿的 富載身藏無價珍 可是道載身藏無價珍 道載身上有無價寶 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 所以知足雖貧而富 所以雖然他就是貧也是富貴 富知足的人常為五欲所欠 常常為財、財、鳴、石、碎 這五欲所欠 為財、財、鳴、鳴、食、碎 這五欲所欠 為知足者之所憐憫 這一類的人呢 這是知足的人呢 常常憐憫這一類的人 世明知足 因為他能憐憫其他的人的痛苦 所以他自己本人呢 就常常知足了 世明知足 常常適佛小 就是要念佛也精進 拜佛也精進, 誦經也精進, 禮燦也慶精進。 所謂這個精進, 就是要很虔誠地, 隨喜一切的佛事, 不要很懈怠地。 在這個, 有佛誕的日子, 有菩薩誕的日子, 規則要定期, 譬如說今天是十五, 那麽大家也聚會到壹起, 拜這個禅, 修行。 那麽對於這壹點呢, 所以各位就要多辛苦壹點。 那麽早壹點到佛堂來, 隨喜拜禅, 隨喜念佛, 隨喜用功來修行。 不是說, 等到人家都拜完了禅, 到這兒來。 這樣就表示不出來自己的虔誠。 這樣就表示不出來自己的虔誠。 所以, 人家都要早壹點去參加這個賀儀, 賀的典禮, 恭賀的典禮。 你要是人家都喝完了, 你要是人家都喝完了, 你再去啊, 你就不好意思。 所以, 小佛的人, 在每一份啊, 這個佛菩薩的董辰, 比較早壹點來啊, 參加這個拜佛的儀式。 這才是對的。 環遊, 到在廟上來, 無論有沒有啊, 佛事, 回著有沒有獎勵去的時候。 在廟上不可呀, 嘻嘻哈哈的那麼, 笑個不停。 回著小孩子和小孩子, 在那打打鬧鬧, 蹦蹦跳跳的。 這是不應該的。 尤其年齡大的人, 不應該帶著的這個青年人, 在那兒啊, 嘻嘻哈哈的。 這個, 對道場裏邊呢, 既不莊嚴, 又不恭敬。 那麼在道場裏邊, 更不應該呀, 回著在那兒抽香菸啊, 回著在那兒啊, 拿出一點什麼好吃的東西呀, 在那兒吃一吃。 這都啊, 不呵護佛法的。 我看見有這個情形啊, 很久了。 我也沒有說。 那麼希望說了之後啊, 無論大人小孩子, 都不要那麼放逸。 你嘻嘻哈哈哈哈, 蹦蹦跳跳的。 這都叫不守規矩。 沒有禮貌。 對佛呀, 是不恭敬。 在廟上講話, 就講一點佛法的事情。 不要敬講啊, 張家長, 李家短啊, 是是非非的。 有什麼叫三隻蛤蟆, 六隻眼啊。 啊, 不要敬, 敬講這個。 敬講這個, 就是啊, 越講越墮落。 越墮落, 越這個, 啊, 不容易消息說法。 為什麼你, 誦咒總也記不住, 就因為你太散了。 為什麼你, 誦經總也記不住, 不能成誦, 也因為你太散了。 所以啊, 散乱無章的。 那麼, 把你的智慧啊, 都遮開出來。 記憶力啊, 也都給啊, 啊, 年跑了。 所以, 誦經也不能啊, 背誦。 其咒也不能啊, 背誦。 啊。 在這個, 波堂裡面, 就跟著旁人來混。 啊, 旁人拜, 我也拜。 旁人念佛, 我也念佛。 啊, 究竟, 是怎麼回事啊? 问上来还是不知道。 啊,怎么这样子啊? 你就困一辈子也不会有所成就的。 因为这个,所以希望各位注意这一点。 我当领求,日求寂静, 我为恒乐, 当你愧闹, 独处闲区, 敬处之言, 既是祝天学宫圣诞, 师父当时其中他中空闲独处, 思念苦闻, 为了重者才是重闹, 既有大处, 正了即之, 才有苦者之患。 这间胡遭, 莫于众口, 这间胡遭, 既有老相, 逆你不能自出生命远离。 第三是远离的功夫。 这远离啊, 远离闹事, 也是远离。 远离财产, 也是远离。 远离这个, 明十岁, 才能叫远离。 那么远离, 你能远离, 就有功德。 你要不能远离呢, 就有罪过。 所以修道的人呢, 必须要修远离恨。 这叫远离恨。 远离一切诸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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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诸恨。 首先叫离开恶之时。 远离恨之时。 所以佛爷说,如当比丘,说你们各位啊,比丘比丘,你有何菜有何依,欲求寂静啊,你要想求这个清静无为的寂静真常这个道,无为安乐,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这种啊,平安和快乐。 当你愧闹啊,你就应该啊,离开这世间法,修一切的出世法,愧闹,你在这,这个城市里渊啊,天天都不知道做什么,这么忙忙碌碌一天,什么也没有成就,独处闲举, 啊,离得窥闹啊,就要,去住这个深山穹谷,独处,一个人呢,在那住着,闲居,在那啊,修行用功,修道。 静处之人,你要修行啊,这个,呃,静虑的这样人,地识诸天,所共净中啊,这一切的地识啊,和一切的诸天呢,都啊,一齐的在那里,都恭敬你, 鬼神呢,见着你的礼拜你,呃,尊重你,呃,尸故当时几重他重啊,因为这个,所以啊,要把自己的,这个,一切的重,呃,重业啊,重事啊,呃,重人呢,都舍离了他, 也就要把他重啊,也舍离了他,空闲不处啊,在那个,空也啊,呃,空旷的地方,很清闲的在那,独自在那举出,失灭苦本啊,呃,想一想啊,怎么样能把这苦本呢,苦的根本灭了, 啊,要了重的,假设要愿意啊,这一切的事,一切的业,一切的烦恼的话,再说,重脑啊,就会有啊,重脑来低排,交间自己,譬如大树,就好像啊,一棵大树似的,这个大树啊,重鸟即止,这个很多的鸟啊,都落在这个大树上了, 再有胡哲之患啊,可是鸟,虽然是一个小的动物,但是要多了,也就把,会把这个大树给压断了,压,呃,呃,干了,呃,呃,要断折了,呃,呃,有断折之患, 啊,世间辅断,所有的世间,这个迷毁这种执招啊,啊,呃,墨鱼,众苦啊,都啊,好像啊,呃,现溺在这个众苦里边, 譬如大树,譬如老树啊,好像一个很老的一个树啊,呃,逆泥,它现溺到这个泥罩里边了,不能自出,啊, 啊,哎呀,想要出来,在那泥里,要走不出来,是你的眼泥,你要知道这个了,就不接近这些个,呃,闹事的,这些个警戒,烦恼啊,一切一切都不接近, 那么这只叫修远离的恨人,听啊,不论听多少,你就听一句,你能以身体力行,也没有白听,你就啊, 啊,诗诗开开的听,听完了,你像耳边风似的,就吹过去了,过耳不留,这对你呀,一点益处也没有,我记得呀,我在一小的时候听经的时候,我听这一段经啊, 啊,回去,这个耳头里头,还是啊,听了这个法师在那儿讲经,我自己呀,还是在那儿,啊,思维呀,这个讲经这个道理,听了一次啊,甚至这几天,这种啊,警戒也都不,不断,啊, 啊,时时啊,都听这个法师在那儿讲经,在那儿说法,啊,就是啊,没有法师讲经说法的时候,啊,在那儿一静坐啊,也常听见呢,在虚空里头,很多啊,这个法师在那儿讲经说法,啊,同时啊,能听几百个法师在那儿说法,啊, 啊,都能记得很清楚,啊,都能记得很清楚,这一静,一平静的时候,啊,为什么能这样子呢,这就因为专心致志呢,这个念子在子啊,啊,啊,就要听,听这个讲经说法, 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啊,所以我在那时候,一听听啊,不吃饭也不饿了,不睡觉也不,也不嚼得疲倦了,啊, 啊,实实可可,都在这个经上,就要我告诉你,你们我这个以前的这个警戒, 我小的时候还欢喜看小说 尤其还欢喜看的武侠小说 这个三国列国也欢喜看 七剑十三侠了 七侠五义啊 这个小说我都看过 一看这个小说啊 看一遍 啊这个这些个人呢在我面前这打 这个拿着刀那个拿着剑 好像那个山西宴白眉白眉毛 这个徐良 啊拿着个大欢刀 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刀一砍就会砍断 他这个刀切斤断玉 看完了这个小说呀 啊就像看电影似的 这前边就是这个一幕一幕就都现出了 啊就这样子 为什么能这样子呢 也就因为这个心呢 也就专一了 啊我看小说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 啊也没有灯啊 没有电灯 也没有油等 怎么样呢 那真是入囊迎入迎雪 这拿着这个这一本小说啊 到外边呢 冲着那个雪上这么照着看 这个雪地呀 我北方都有雪啊 你们没看雪 这个照着这么一行一行的 回来拿着一个箱头 点上一只箱 这个看着这个 用这个箱头这个火光的一照 啊这是个什么字 这么一行一行的看 啊就那么一样 所以啊看完了就都记得了 看完就我就可以 随便给旁人 这个发财都背出来 就这样 那么你听经啊 也是这样 听完了不是我听了这个时候听 一离开了 就都忘了 要念之在之 常常啊 想这个经常的道理 我是不是能这样子行 我是不是啊能防到这样去做 啊 总要我把他收拾到自己的身心上 啊 能不能实用 这才算的 不是就听完了 呃就就就都忘了 啊 也不不是像那个老达子看戏 呃 白达公 呃 看完了那个老达子 老达子就是蒙古人 蒙古人到中国看中国的戏 啊 啊 看说 哦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来个小人 啊 那个那个小人就来了 可是那个小人不大 这个嗓子可不小 啊 那个小人不大 很小的那个小人 那个喉咙是很大的 啊 那个声音很大的 看也不知道说什么 这叫老达子看戏白达公 你们这个听听也是这样子 听完了 也不知道是说个什么 啊 啊 看着师父做的那个那种声音很不小 我想睡觉也睡不着 但是说个什么我不知道 方式 很多人都不认识 所以啊 到这个新加坡去 给他们说也有人请好 那么就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小伙道写文章的时候 就说这是古老的方法 古老的仪式 这并不是古老的仪式 这是啊 在佛说法的时候 必须要有 有人请法 那么佛才说法 要没有当击众 没有人请法 那佛就不说法 因为这样子在中国从来呀 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这个法师讲经说法呀 也不需要有人请法 所以远远也都不认识这种的 衣式 那么这个小果照呢 它就说是古老的仪式 这并不是古老的 也不是啊 新鲜的 这是在佛教里 应该有的 这种的过程 本来我也不会说法 但是 愿意小着会说一点 所以在这个西方 就是美国这种 弘扬佛法 那么 就啊 要照着佛的制度 来呀 行斥佛法 我相信呢 就是你们 很多人 看见很多次 也不知道这是个 怎么样一回事 所以今天呢 对你们各位说一说 不配卷的工作 如等彼求 遍卧 照顺 照顺 对 愿意 和 愿意 来 你 在 我 你 让心成因,譬如小水长流才能穿石,让行者之心琢琢穴肺。 譬如磚火,为热而起,随意得火,火难可得,圣灵平坚。 这是《易教经》正中分,文当必词,不胚倦功语。 这个胚啊,就是,晓得呀,很累了。 这个卷呢,就是懒惰了。 因为很累了,所以就懒惰。因为懒惰,所以就不精进。 这个胚倦呢,就和这个精进正是相反的。一个反面。 啊,精进,就是向前呢,勇猛精进。 黑倦,就是啊,忠道自化,半途而废。 走到一半,就自己呀,说我已经够了。 啊,走到一半。 走到一半,一定呢,就要休息了,要停止。 你要精进呢,就不是。也不休息,也不停止。 你不培倦,才有功德。你要培倦,就没有功德了。 所谓功德,就是修行啊,你有所成就了。 你有所成就了,就是满你的愿了。你的目的,想希望什么?就是得到了。 得到这种的功德了。 古来的人修行。 古来的人修行,是晝夜六时,常精进,不休息。 所以,他才能有所成就,功德圆满。 。 咱们现在的,修道的人。 多数都是,一日不止,十日寒止。 啊,就是啊,好像晒太阳。 啊,就是啊,好像晒太阳。 一天呢,晒太阳。 啊,那么十天呢,把它放到雪柜里,在冬上它。 这叫一日不止,不就是晒太阳。 十日寒止。 十天呢,把它放到雪柜,冬上它。 这就是啊,这就是啊,一个太阳,一个不急。 这就是说啊,你人修行了一天,懒惰了十天。 啊,这是啊,这是啊,就是培倦了。 那么,要不培倦,不培倦就是不懒惰。 不停止修行。 那么今天,拜了一千拜。 明天呢,啊,连一拜也不拜了。 拜佛。 后天呢,更是不拜了。 十天也没有拜佛。 一天拜了一千拜。 十天一拜也不拜。 这就叫一日不止,十日寒止。 修行也念自在自。 有事无事,常在行。 有事情,没有事情。 都要这样修行。 勇猛精进。 那么,道是心出来的。 你要不行啊,就没有道。 德是做的。 你要不做啊,也就没有德。 啊,这功德啊,是修的。 你要不修,也就没有功德。 所以啊,那么,那么小说法的人。 能知道一点,就心一点。 你知道,要不去行去,那就是等于不知道。 啊,既知既行。 啊,没有啊,停止的时候。 所以,这个佛就说了,是如等比丘啊。 啊,说你们大众啊。 回着比丘,回着是比丘尼。 回着是啊,沙米,回着是沙米尼。 回着是幽婆塞,回着是幽婆伊。 啊,无论你们是哪一类的修道的人。 啊,要清静静的。 你要,假设你要啊,想要啊,不懒惰。 勇猛啊,向前去清静去。 身也要清静。 心也要清静。 在事无难遮。 你要能力啊,去清静。 就是什么事情啊,也不会困难。 所谓铁石,铁梁,磨锈针。 用一根呢,这个铁,来啊,磨作一个锈花针。 公道自然成。 你的功夫到了,自然就会成。 所以说,在事无难者。 没有什么事情啊,是做不到的。 又说,成之以字,金石为开。 你精静呢,也就是因为有成心。 你要有成心呢,啊,就是金的石头,都会啊,变化了。 都会开了。 所以才事无难者。 是故。 因为这个,所以你们各位,啊,如等。 当心静静啊。 你们应该啊,这个。 心力不懈怠啊,向前去勇猛静啊。 啊,啊,啊,所以在这个普贤菩萨,那个景重记才说。 说,事已过,命已随减。 说,这一天呢,过去了。 啊,这个命就少一点。 这个命就少一点。 我们这个生命啊,就少一点。 是已过,命已随减。 啊,就减少了。 这个生命就减少了。 入少水鱼啊,就好像啊,这个鱼在水里。 鱼,靠着水鱼才能生存。 如果没有水了,水一天比一天少了。 入少水鱼,是有可乐。 你想一想,有什么快乐的。 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啊,就好像那个鱼在水里。 入少水鱼,是有可乐。 因为这个才说,大众啊,大众就是各位。 你们各位啊,当勤精进。 应当啊,勇猛精进,向前去修行。 要像是什么那么着急呢? 入就投然啊。 就好像你这个头啊。 有人,要给割去了。 用刀把你这个头给割去了。 这个时候啊,你要想尽方法,来保护自己这个头。 你不会啊,说是,啊,我随便了。 啊,叫他把我这个头给我割去了。 算了。啊,我结束我这个生命。 啊,可以了。 不会的。 怎么样,你也舍不得。啊。 怎么样,也要保护这个头。 除非你正果了。啊,你啊,真正开悟了。 那你就不会啊,保护这个头。 好像二祖神光。啊,人家把他抓去了。 那个政府把他抓去了,有人告他。 说他是个妖怪。啊,说这个人是个妖怪。 应该把他杀了。 那么政府就问他,说你是个什么? 你是不是妖怪。 他们都说你是妖怪。啊,你到底是不是妖怪。 啊,二祖神光说我是个妖怪。 这个政府,啊,那你是个妖怪。 那我们就要把你杀了。 嗯,杀了就杀了,没关系。啊,啊。 他就叫人杀。 这个政府啊,也就看看你是真的想要杀,是假的想要杀, 不怕死。 于是乎真的就把他头给割下来。 二祖神光啊,是被人家把头给割下杀的。 杀了之后,可是怎么样啊? 他这个在他脖子腔子上呢,不流血。 没血出来。 是流的什么呢? 流的像牛奶似的这个白浆。 啊,流的白浆。 为什么他能这样的呢? 他流白浆呢? 就因为他这个全身已经都变成了这个纯阳了。 啊,一点阴气也没有了。 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一点呢,呃,呃,呃,什么渣仔都没有了。 干干净净。啊,这个身体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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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白浆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政府才知道杀错人了。 这是正果的圣人,才能这样。 啊,所以他不怕死。 啊,那么,阿玛保护这个头,要没有正果的圣人呢? 啊,你一定要想,想法子保护这个头。 所以说,入救头燃。 这个是一个讲法。 还有一个讲法。 说啊,就好像这个头上着火了似的。 你说燃呢? 就可以说是想着火那个样子。 啊,头上要着火了。 你说你是不是要,要想法子来救他呢? 啊,所以在人受戒的时候,头上就给烧,用火来烧。 啊,就是叫你记得呀,你要啊,赶快想法子啊,保护你这个头。 啊,这也是啊,一个讲法。 啊,入救头燃呢,就是好像头上着火了。 你必须要想法子,赶快把他救,救熄了这个火。 啊,入救头燃。 暂念无常呢。 你常常呢,想着这个无常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的。 这无常鬼啊。 啊,戴着高高的那个帽子。 啊,他手里拿着一个勾分牌, 啊,到这儿来,啊,不由不由分说。 你怎么向他解释,他也要你跟着他走。 啊,他说,阎罗王请你去呢。 啊,阎罗王呢,请你去吃灾去。 啊,你赶快要去。 你要不去啊,啊,那我就从你不客气。 啊,为什么他要带个高帽子来呢? 他知道人人的欢喜戴高帽子。 啊,知道人人呢,你要站他进去啊。 啊,你,你真好啊,你是世界第一啦。 你回着是一个老修行啊,最有修行啊。 回着你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啊。 回着你已经得到啊,十个博士啦。 啊,八个小士啦。 啊,回着你又是什么斯卡啦。 啊,啊,最第一道,可以戴高帽子。 所以你是啊,世界啊,最有名的人啊。 啊,villy famous person,啊,闭个门。 啊,闭个门,啊,闭个门。 啊,闭个门。 因为人人都欢喜,闭个门。 所以那无常鬼啊,他见了人,他就自己戴着高帽子。 啊,戴高帽子,知道你不怕他啦。啊,所以他就给你带着去,去一间阎罗王。 啊,所以啊,当念无常,甚无放异啊。 您要知道这世间的,一切一切都是无常啊。 不要啊,懒惰啦。 不要那么,呸,呸,呸卷啦。 所以啊,你呸卷不要紧的。 那个阎罗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请你去啊,喝酒去了。 请你去啊,吃肉去了。 嗯,到那个地方啊,吃那个肉啊,大家也不太叔叔。 啊,喝那个酒啊,也没有味道了。 啊,可是你那时候就后悔已经晚了。 啊,阎罗王给你下了请接。 嗯,你再想不去也不行了。 啊,所以这一点呢,不要懒惰,不要放异啊。 所以啊,就要当心精进。 譬如小水啊,我带给你啊,你要精进,像什么呢? 像,虽然你就是啊,不太精进。 但是你天天修行,天天用功,也会有成就的。 啊,啊,就譬如那个小的水,啊,长流才能穿石啊。 它要长长的流啊,啊,就能把那个石头都磨得,磨得薄了,磨得小了。 啊,穿石啊,就把那个石头都磨得,磨得小一点了。 嗯,不是说在那石头中间呢,穿出个窟窿过去,不是那样的。 就是啊,那个地方那个石头挡着它,常常有小水流把那个石头啊,也磨得小了。 磨得没有那么那么大了。啊,所以才能穿石。 这也就是说啊,你就是继勇往精进啊,虽然你就是啊,呃,不是啊,很用功。 但是你要能继续不断,朝于思,夕于思。 你要白天这样子,完全也是这样子,晝夜六时,很精进,不间断的来修行。 啊,才能穿石,就能啊,这个石就是个业障。 你的业障啊,就能消了。啊,你的上端就能生长了。 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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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的来修行。 他就会有啊,成就。 你还是一天不休息 就拉了很远 所以说站一站就二里半 你开汽车 开的不太快 但是你不停的呢 他一样也走的路 走的很远 你要一停下来 人家另外一个汽车 跑过去就会跑 2 half mile 跑过去 所以站一站 两没半 那么你修道也是 天天修行 天天修行 不间断的修行 这个 时间久了就会成功了 你要是一鼓一鼓的修行 一鼓劲修行 一鼓劲又不修行 这个就不会成就的 所谓 这个小路逆水心周 不进才退 那么小佛法呀 就像在那个逆水 不是顺水 逆水心周 你要不完全进呢 就是退步了 他因为逆水嘛 就向后退了 心入平原 走马呀 这个心呢 就像那个野外 一个 那么一旷野的一个地方啊 像那个野马似的 也没有一个龙头 也没有一个钢上 一方难收啊 你把它呀 放开的时候啊 是容易 你要想把他抓回来呀 不容易 所以呀 我们修道的人呢 一定不可以疲倦的 一定要精进的 要行者之心 要修行啊 这个人的心 朔朔 切废 这个朔朔啊 读朔朔 朔朔啊 就是很多次 很多次 朔朔 这是呀 在这个论语上 你们读 读妹读过论语呀 这个 我不知道 那个论语上说 是今朔 自如意 朋友说 自俗意 啊 读君朔 你要对这个皇帝 你常常 忌忌的 啊 总在皇帝面前来磨豆腐 啊 总在 皇帝面前呢 说话 啰啰嗦嗦嗦嗦嗦嗦的 这皇帝一定会 惩罚你 啊 这自如意 是君朔 朔就是很多次 啊 你还在说了太多了 自如意 他一定会侮辱你 一定啊 你得到侮辱 皇帝回来 骂你呀 回来呀 甚至杀你呀 得到侮辱 朋友说 这个朋友 交朋友啊 你要是啊 也这么 啰啰嗦嗦嗦的 总是啊 呃 在他面前呢 说一次又一次 啊 这个叫磨豆腐 叫磨豆腐 呃 这么样子呢 呃 他 一定会疏远 和你就疏远了 所以这个字啊 就是在经典上 这两个字在一起 要读 说 做 做 啊 谢 慧 谢就是 慧 慧 慧 就是懒惰 啊 听见没有 啊 可以懒惰的 啊 你做 做呀 慧慧 就是 呃 就是 时时都欢喜懒惰 啊 欢喜呀 呃 什么事情 呃 都不做 啊 譬如 砖火呀 啊 就 这有个体育 譬如什么呢 就好像砖木取火似的 古人呢 呃 那个 呃 呃 随人士啊 砖木取火 在这个木头里啊 砖个窟窿 砖个窟窿啊 在这个 你怕这个木头 砖热了 他的木头 自己就是会出火 所以这 随人士呢 说 砖木取火 在没有随人士 以前呢 那么人谁也不知道 吃熟东西 啊 都啊 乳毛饮血 啊 就喝 呃 抓住这个 呃 爷的畜生啊 拿过来 把他皮给他弄开呀 就喝他那个血 啊 乳毛饮血 你看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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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野处 生高而望远 啊 是这样的 啊 不知道吃 什么熟的东西 由随人士之后 就才知道 吃 吃这个东西 把它煮熟了 啊 谁也把它包 包开了 来吃 因为以前 没有火 他随人士啊 砖木取火 啊 才能 才知道 吃这个熟的东西 所以 现在 譬如砖火 就像呢 在这个木头里啊 砖火一样的 为热而起 等你砖火 是要热了之后 它才会 发出这火来啊 你他没有等到热 你就不砖了 那他怎么会有火呢 啊 所以啊 呃 为热而起 啊 随 随得火 你不等到他热了 你就停止了 就好像你这个修行 还没有成就 没有正果 你就不修行了 那他怎么能得到火呢 你修行 啊 你没有正果 你就不修行了 那他怎么会正果呢 嗯 怎么会有智慧呢 嗯 所以啊 难可火 难可得呀 你要砖火 砖了一半 没等他热 你就停止了 那火绝对得不到的 啊 是名 精进 这就是啊 这个所说的这个精进 这个意思 那个精进呢 你想钻火似的 必须要钻到 他出火 然后你才可以停止 那么你修到呢 必须要啊 那么正了果 然后你才可以呀 这个到那个 无修无正的程度 本无事 庸人自饶之 也本来呀 没有问题 咱们就把它 弄出很多的问题来 好像这一篇文章 我根本呢 过去 就不记得 然后他都忘了 那么现在 他们又写出一篇文章 嗯 说了十几 十几篇 写了十几篇 嗯 我因为看见他 是 好像很好玩 所以这一次到洛杉矶来 本来不需要带来给你们听 那么带来给你们听听 叫你们各位呀 也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好玩的 本来没有事 那么又写文章 又读给大家听 就弄出这么多事情 这就叫天下本无事 我这个庸人自饶之 带着你们各位要知道 小佛的人 因地不争 果昭于蛆 在这个 种因的时候 种得不 不干净 到果的时候啊 也就不清净 所以我们修行啊 必须 实实可可呀 都很小心的 不要啊 做错因果的事情 因果不可错 是这个 修行不可停 修行啊 是一天 一天要求进步 那么 可是对因果 不可以错的 今天这个 恒卿讲的很 有道理 这是啊 那么佛教徒 不应该呀 自己 对自己的人 常常互相毁谤 互相啊 接思啊 或者呀 选拥 其他人的短处 这是对的 可是 在我们这个 佛教徒 繁位里边呢 我们还 也不应该 不知道啊 每一个人 所行所做啊 是从什么 就是错了 我们研究这个 错的地方 然后要把它改善 所以啊 这也是 应该知道的 好像 越南这些个难民 现在在海上漂流 随时都有死亡的 这个危险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 因为在往昔啊 他们就去断人的生命 他们去令旁人呢 也受这种的颠沛流离的 这种苦 所以在现在这一生 他们都啊 也受这种苦 虽然是他们受这种苦 我们在没有受这苦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啊 一种同情的心 来呀 想法子 救济这一些个人 使令他们 呃 于显如意 呃 风凶化吉 遇难成祥 要这样子 那么能把他们 这种的痛苦解除了 那么 那么将来呀 也就不会有这种的痛苦了 所以在阴地的时候 必须要很小心 我现在 再举出一个例子 你看看这个伊朗的国王 以前 他是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 国王 每一个国家 他都买的房子 买的地 买的房子 也是最漂亮的房子 买的地 也是最值钱的地 可是现在 他的政权 被人给推翻了 他自己既也没有房子住 又没有国家 要欢迎他 到处啊 这么流离失所 甚至随时啊 人都要啊 自杀他 他一定是呀 他一定是呀 啊 实时 就恐怖 啊 实时 就颠倒梦想 啊 在这种的生活里头 啊 你说以前有那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 现在有钱也买 连一个平安地方都没有 这是一个 啊 这为什么呢 他这样子 就因为啊 他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啊 专门骗人 专门呢 啊 把人的钱 他的画源 画到他的手里去 都有 我 都应该说 把人的钱 对 感谢观看